黑暗朦朧的劇場內 一名男子竟趁機把手 大膽放在旁邊女伴身上調情 而這位女子不僅沒制止 反而相互嬉戏 越鬧越起勁 仔細看該名女子 近是36歲共和黨集中議員 波伯特 波伯特日前 韓男友在科羅拉多州 丹佛市劇院欣賞音樂劇 結果自己意外成了場下主角 不只穿低胸臉身裙 趁暗大膽調情 或干擾演出秩序 甚至當場抽起電子煙 最終劇場人員 情子出面 請她滾蛋 波伯特似乎還想耍官威 卻沒能如願 如今外媒也揭露 她身邊的男友 是民主黨籍的同志 變裝酒吧老闆 但共和黨的波伯特 曾大力反對變裝酒吧 兩人奇妙組合 如今鬧上新聞 惹來更多網友關注 波伯特誇張行徑 也讓美國網友起底 她高中懷孕初學後 輾轉做過多份工作 後來才在參選眾議員時 拿到高中同等學歷證明 並在36歲就成為奶奶 甚至當上眾議員後 還因為遲到錯過投票 經過記者提醒才知道 國會早就關門 糗是一羅框 難以讓人相信 這盡是堂堂美國眾議員 小新新聞也好正報道